观众朋友国际最新消息先带您关注 以巴冲突之下 美国纽约跨年前夕先迎来抗议声 挺巴勒斯坦民众街头聚集 为加萨平民来发声 而作为全球最后一个迎接新年的大城市 纽约将会在台湾时间 今天中午举行跨年倒数 但是今年是以巴冲突下第一个新年 跨年前夕 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再度聚集纽约街头来抗议 那么至于在以色列这边 当地也出现抗议声浪 人至家属不满 新年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 再度上街表达诉求 要求纳坦雅胡政府尽快救人 而美国以色列今年跨年气氛 还是很紧张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